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江苏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原总队长为首的江苏司法黑帮问题通报会 作者在罗文进被查半个月前 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原常务副检察长严明接受调查 迫于组织压力交代了罗文进和邓辉林赖小明集团非法往来的情况 文章更指出在两个月后 罗文进的领导江苏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原公安厅厅长王立科也主动投案自首 王立科长期任职于政法系统 曾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阴谋称号 与重庆公安局原局长王立军有交集 据江苏省纪委监委于今年3月3号发布消息 经江苏省委批准 江苏省纪委监委对省公安厅刑事警察总队原总队长 刑事侦察局原局长罗文进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罗文进的文章又透露罗文进依靠背后的人际关系 人前一套背后一套充分展示了自己两面人的丑恶本性 与南京地区主要黑帮骨干成员如魏勇等长期把酒言欢 打牌赌博 敲诈勒索民营企业获取巨额财富 他和邓辉林同为湖北武汉老乡 两人互通有无妄议中央大政方针 辱骂国家主要领导人 甚至计划领导人在南京举行纪念活动时不轨 被公安部人员阻止了罪恶活动 文章没有提到领导人名字和具体时间地点 重庆市政府原副市长 市公安局原局长邓辉林受贿案 在9月10日一审开庭 根据检察院指控 邓辉林敛财时间从1999年春节前开始 到2020年1月时间长达21年 共敛财折合人民币4267万余元 至于另一事案人 中国华融集团原中共党委书记和董事长赖小民 于今年1月5日被天津一家法院 以贪腐和重婚判处死刑 并且于1月29日执行了死刑 当时外界都不明白 为何一宗没有涉及人命的案件 会如此迅速的执行死刑 网易的文章指出 下一步将以罗文件案件为中心 进行深入调查推进 彻底清除江苏的邓辉林赖小民 余毒影响 还江苏省人民群众一个安全放心的工作生活环境 恒大引发港股暴跌 房股狂泻遭血洗 路透社今天报道称 香港股市再度上演黑色星期四 新一轮监管冲击波下 本已十分颓弱的港股跌势 加剧收于10个月低位 恒大风波一跃成为市场最新的风险关切焦点 内房股惨遭血洗 狂泻不止 科技股也尚未有见底现象 阿里巴巴在创新低澳门博彩股遭洗仓 蒸发于千亿港元市之后 跌势不歇 路透社的今天报道就说 香港股市今天报告 恒生指数收跌1.5%至24667.85点 为去年11月2号以来最低收盘价 恒生国企指数也收错1.5% 内房股首当其冲 跌势堪比饥风咒雨 恒生中国地产指数午后 一度狂泻7.7%至于四年低位 收跌6.6% 此前已连续三个交易日下跌 周二和周三分别重挫5.1和3.4 荣创中国跌超过11% 碧桂园世贸集团和龙光集团跌幅 近于7.2%到10.5%之间 恒大细思家公司集体重挫 中国恒大一度跳水超过10% 摸至近十年新低 后收跌6.4% 恒大汽车盘中崩跌18.6% 后收错11.3% 恒大物业及恒腾网络分别收低3.5%和3% A股翻过面 新城控股金地集团保利地产和万科 A股跌幅介于2.7%到7.9%之间 互深300地产指数错3.2% 标普全球评级周三下调中国恒大集团 及其子公司评级至CC 因为该公司的流动性似乎已经枯竭 中城性国际将恒大集团主体信用等级 由AA条降至A 并将其继续列入可能降级的观察名单 对地产有风险敞口的银行板块 近期也在明显走弱 互深300银行指数周四收跌1% 且已连跌4的交易日 周二更是重挫2.8% 恒生金融业指数跌1.2% 也连跌4日 继中城性国际周三调降主体信用等级后 中国恒大地产集团周四 在沪深交易所同时公告称 公司目前所有存续的公司债券 自9月16号开始起停牌一个交易日 于9月17号开始起复牌 复牌之日起上述债券交易方式发生调整 高盛周三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中国恒大集团债务危机 可能对更广泛的中国房地产行业构成外溢风险 摩根大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 随着最近的事件加速向下行方向发展 政府需要采取更多行动 以防止潜在的溢出效应 不到一周时间 融创中国跌幅已经超过26% 如果没有意外 这将成为融创上市以来表现最暗淡的一周 碧桂园本周跌幅也超过20% 而富力地产则已跌至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 在今年一系列强力楼市调控重拳之下 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是寒风瑟瑟 70成房价环比仗势跌至年内新低 二手房市场更是骤然降温 环比下行城市个数升至近两年高位 当月房地产投资同比几乎停滞不前 而销售面积跌幅近两成 或预示着房企资金链紧张局面还会继续恶化 会议评级在中国全资拥有的在岸信用评级公司 会议博华周四发表报告称 中国监管层对债务规模的强管控 以及销售降温削弱了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流和流动性 预计这一局面仍将持续 近期港股消息面上压力不断 周末中国新一轮的监管措施重创了科技板块 恒生指数连跌4日 本周跌幅接近8% 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和阿里巴巴走势孱弱 连续的回购没能有效提振腾讯 而阿里巴巴港股今天盘中再创新低 路透社说阿里巴巴今天一度跌3.2%至149.1港元的记录新低 本周跌幅几近一成 其他阿里系公司也遭拖累 阿里健康本周重挫16.7% 阿里影业跌9.4% 而众安在线跌幅也超过一成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延长对美国81种产品的关税豁免 据路透社报道 中国财政部在周四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表示 中国将把81种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免税期延长7个月 作为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通常会做出这样的延期 商务部表示 作为对美国301法案的反制措施 中国对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而这些产品获得了豁免 商务部补充说 一些虾类和电动汽车电池等项目的豁免 本应于本周四到期 但现在已延长至2022年4月16号 中国上一次对美国商品延长关税 是在今年5月 维持对包括黄金矿石和稀土金属 在内的产品的关税豁免 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公道安寿审落马前一个月还在敛财 据联合早报报道 上海市原副市长 上海市公安局员局长 公道安受贿案 今天16号在河北省唐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公道安当庭认罪毁罪 案件将择期宣判 据北京日报旗下公号长安街知识报道 检方指控公道安的贪腐时间长达21年 从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 而中共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在20208月18号宣布其接受调查 意味着公道安直到落马前一个月 仍有受贿行为 唐山市人民检察院起诉指控 从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 公道安利用职务便利等 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企业经营 工程承揽 案件办理职务提拔等方面提供帮助 非法收受相关人员财务共计折合人民币7343万余元 提请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公道安是中共十九大后 上海首个落马的副部级高官 他曾长期在湖北省工作 历任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察总队重案侦察处处长 经济犯罪侦察总队总队长 中共湖北省贤宁市委常委 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等职 2010年被调往公安部负责技术侦察的12局 担任副局长 两年后升任局长 2017年6月 公道安空降上海出任市公安局局长 2018年1月升任上海市副市长 机身副部级行列 中纪委于2020年8月18号宣布 公道安接受调查 今年2月10号 他被开除党籍公职 中纪委当时在通报中指出 公道安参与在党内搞团团活活 造成严重政治危害和恶劣政治影响 且大搞全钱交易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等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江苏城管暴力执法 拎起摆摊老人猛摔落地 据香港经济日报报道 中国近日一段江苏南通城管 拎起老人摔地上的影片 引发广泛关注 警方接入调查后 对涉事城管处以行政拘留15天 罚款1000元人民币 但这未能平息网民怒气 纷纷质疑处罚太轻 事发于昨天清晨 地点是南通经济开发区小海街道 网上片段显示 一位卖菜的老妇收拾好手推车后 三名身穿城管制服的男子走过去 其中一人将老妇手上的赶秤拿走 老人在拉扯中跌倒 老人之后走到城管车辆 索要赶秤 男子却将赶秤掰断丢在路边 老夫坐在车尾箱位置 该名男子竟拎起老夫重重摔落地上 一名男子路过上前置之 据南通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官方微博 今天凌晨通报 昨天早上6点多 该分局小海派出所接报 对方称其母亲在卖农产品时 被城管殴打 当局查明 设施的小海街道城管协管员吴某 在管理流动摊贩的过程中 对被侵害人张某实施 故意损毁财物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违法行为 决定对吴某与行政居留15天 并处罚款1000元 另外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通报 吴某在管理流动摊点过程中行为粗暴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造成恶劣影响 事后当事人被迅速送往医院全面检查 该相关部门集结到领导副医院 看望慰问并直见 管委会成立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 区监察工委已立案调查 将根据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处理 承诺吸取教训 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提升管理水平 值得一提的是 两份通报都没有提及老富的伤势情况 据中国传媒引述知情者称 事件中的老富并非专门在该处摆摊卖菜 只是把家里种的自己吃不掉的蔬菜带来卖 并非每天都来 有事发地段一名店主表示 老富今年72岁 是南童本地人 因周边农村开发 回迁到海上家园小区 一名附近的居民称 该处之前也发生过执法人员掰断趁趕趁的事件 事件引起热议 网民纷纷批评城管暴力 更质疑血管员没有执法权 又指老人家摔一下非一桶小可 15天的行政拘留真的太轻 这年头朋友圈发表不当言论 还要拘留15天呢 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悬赏2162万元 追债山西前首富 据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国山西前首富 海新集团董事长李兆汇 因为拖欠美景能源集团 2.16亿余元人民币和利息 被上海第一中院发布悬赏追人 赏金最高达到2162万元人民币 据中国新京报报道 上海第一中院在执行 海新集团与美景能源集团的官司 指出李兆汇在这个债务纠纷中 必须承担四分之一的连带清偿责任 因为李兆汇迟迟不履行义务 所以发布执行悬赏公告 如果能够提供李兆汇下落者 可获得奖金10万元人民币 如果提供线索并协助法院 将涉案资金全数执行到位的话 将可以获得2161万元人民币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分享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感谢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